近日袁友宜做客某访谈节目,她在节目中谈到年轻时的情感经历,表示原以为说出来能让更多人理解。 没想到自己的直率坦诚,伤害了老公张志玲。 我做错了事情,我愿意承认,但唯一后悔的是伤害到了她。 而张志玲表示,对不起,没有早一点出现在你生命中,两人的爱情羡煞旁人,据悉,袁友宜曾于90年代与某已婚妇商拍拖,引发争议。 非法娱乐时事报道